光复国小女子篮球队是以六战全胜的佳击 勇夺2023全国国民小学篮球锦标赛 六年级女子组冠军 除了冠军战对上台北市南港国小 全队将士用命以31比19抢下后座 其中让球员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对上北投国小的比赛 全体队员以滴水不漏的防守 让对手在滴节挂临 加上林立的攻势而赢得胜利 是可以拿到冠军啊 其实我跟国内老师在每一次比赛之前 都会针对对手的一些进攻和防守的一些特性 然后来做一些讨论 那再加上小朋友都有达到我们教练团的要求 所以我们这一次才可以拿到这一次的全国冠军 就是对北投那一场 就是我们就是靠防守吧 然后让他们第一节都没有得分 然后进攻也算配合得很好 应该就是早上练球运球 然后有时候超体能的时候吧 因为很累 而该校五年级篮女篮球队也分别荣获第五十五届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 U11男之组第四名以及女之组第五名 双双展现出光复国小篮球队的坚强实力 无论是U11或U12都能为宜兰线来争光 当然比赛就是很残酷的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失误 那我们可能那个领先的气势 或者是胜利的一点希望 就是被交洗了 不过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我们也勉励我们的所有小朋友 之后的训练要更加的认真努力 在下一次的比赛里面 好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赢得下一场的比赛 拿到电军不是很好 因为队过头层很多次 就是每次都输一点点 然后呢最辛苦的比赛应该是对王熙 因为分数一直拉不开 而且怎么防守都是 感觉就是差一点点 然后最后就是 因为他们发球比我们稳定 所以就是输两分 就是有点可惜 除此之外 球队也有五名球员 获班最佳明星球员 总教练游智杰也获班最佳教练 助理教练游国联 则是荣获优秀教练奖 庞兔纪迦正国自财 马回远来 荣跳宜兰 宜兰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道